睡前拉的重點是動作不要太大 拉起氣球不要太強 否則就會更加精神 難以入睡 我們現在會有一個經驗式身體動作的示範 這兩座要怎樣做呢 首先我們跪在床上增加墊上 讓雙腳大塊肩膀做到 然後我們把手伸出來放在地上 然後慢慢向前挖腰 直至覺得有拉斜感覺 又或者是我們的眼球踢到地 然後維持大概20秒 這個動作我們20秒做5次左右 我們這個動作可以將我們的肩部 背肌 臀肌 寬部和腳本都可以做到伸展 都適合我們都市人 例如經常坐或者站的話 這些伸展的肌肉都會有伸展 做這個動作就可以放鬆這些伸展 現在我們會有放開舒適身體動作的示範 我們這個動作怎樣做呢 首先我們踏在身體中的肩膀 然後兩隻腳向上 屈曲大腿的肩膀 兩隻手伸出來 雙腳保持在這個姿勢 然後左手打開 盡量將上伸的肩膀 直至感覺有拉斜的肩膀 這個動作我們可以重複前動作 我們這個動作可以伸展我們的肩膀 空椎和空肌 尤其是這個動作針對於某些事件 可能你經常坐的人 或入面姿勢很有行為的人 都由一邊去做一個伸展的肩膀 我們做完右邊之後 我們做另一邊和左邊 同樣都是每邊不次 每次為次 我們會有一個小腿肌肉伸展動作示範 我們這個動作會自然 穩固或者穩固的物件 同時保持回去 我們這個動作怎麼做呢 我們由前後腳站立 雙手扶著抖 留意上身保持直肌 然後前腳屈曲 後腳伸直 兩隻腳腳要貼地 另外兩隻腳腳要向前肌 我們做這個動作 希望拉著後腿小腿肌肉 如果想增加拉扯感度 可以將動心向前 而向前腳動 前腳可以移動 上身保持直肌肉 直肌肉 小腿感受到拉扯感度 位置20秒 這個動作可以做五次重複 這個動作會適合平時 每天要常常站著的人 另外又或者睡覺的時候 曾經有試過半夜睡覺 小腿抽筋的動作 都適合做這個動作 我們完成左邊 20秒五次之後 前腳可以轉腳 前腳倒轉左邊在前面 右邊在後面 留意前腳屈曲後面的伸直 伸直下我們的小腿 右邊小腿同樣 維持20秒 重複五次 我們現在會有一個 上前方肌伸展的動作示範 我們這個動作 首先我們想伸展右邊的上前方肌 用來把右手放在下背中間 手伸向出 然後頭向左轉大概40秒 然後向下望 這個時候就應該感受到 我們的上前方肌有些拉扯感覺 如果感覺不到的話 我們可以用左手放在頭後面 向下拉 直至他覺得有拉扯的感覺 可以持續20秒 這個動作 我們重複五次這樣做 我們這個伸展 可以 剛才所說 伸展上前方肌 適合我們其次的上腰上腰上腰 對電腦 或者低頭軸對手機的人士 可以伸展這個容易奔緊的肌肉 我們重複五次20秒做之後 我們另一邊同樣 左邊的前方肌 就會變成左手放後 下背 右旋轉 然後再重複整個動作 這樣將左上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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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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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